方面上市市长谢国良、副市长邱佩玲 跟立法委员张旗凯、林佩祥 共同来到六堵科技园区参访 对于这家在地企业声达科技 在无线回传网路、卫星通讯、宽频无线传输等高科技产业 闯出一片天,留下深刻印象 市长谢国良强调将努力发展基隆的产业环境 带动在地就业机会 企业方面也表达对基隆捷运的期待 将吸引企业来投资并引进人才 我们希望国独它是一个类似像戏科一样 或是我们念科跟南港 把它叫做基隆的科技园区 那六堵这边我们当然就是希望基隆的腹地 让全堂第一个工业区 全堂第一个工业区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很漂亮的转型和转身 它配着这个未来捷运的六堵战 就是中边有很多的企业都越来越认同 他们未来的这个发展功能力的策略是一致的 七堵呢我们就是因为刚好有阳明海云在 然后我们也结合了物流供应链的学业 产学合作的计划 希望能够在七堵战争周边 腰明海云周边 还有 田运七堵战争周边都尽量做 只要是工业物流的这个产业办公室要进驻 那我们就中间会提供很多的产学合作的机会 培养基隆市在地的 谢谢市长给我这个最后一个结论的机会 那我结论是说其实刚刚科长也把我们整个 基隆市长未来在基隆市在这个等基础建设方面 也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跟布局 那我觉得这个对确实对基隆市的发展是非常好的 那两位委员呢一位在交通一位在经济 其实这两个部位也是对整个业界来解释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觉得是说确实是刚开始来基隆这15年来讲的 我觉得说交通确实是我们比较遗憾的 那当然如果能够捷运能够通过来跟才能够流动 那流动的理由呢他们爱上了基隆 爱上了我们这个公司 愿意在这里落地生根 那再加上所有的基础建设都建构完成 我觉得确实基隆肯定肯定一定会是明日之星 那当然我在这边其实我们也是都对政治都没有碰 可是我个人也是认为就是说其实市场做的 应该是继续不然这个中断了 然后中间又要再补选要干什么 其实我觉得是对我们市民是很大的伤害 那当然我也是呼应一下 我觉得我们回去也要跟我们这边的同样讲 我们去就是要弄个字的 好像不是叫反对 不是叫反对 是叫做不同意法 优质的环境可以吸引厂商之外 也能够增加更多就业机会 市府团队将持续推动各项发展 让民众可以不用通勤就能找到在地的好工作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